今天中国新生代第三季在精英卡通卫视进行了录制 一开场小选手的完美表演将节目拉开了序幕 随后本期录制嘉宾前XO成员黄子涛一出场是节目的重头戏 一段武术惹得全场欢呼声不断 看来黄子涛的脚伤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比起昨天彩排现场的他今天更显活力幽默十足 和主持人为加加气话来是一唱一和 工作人员就会跟我说黄子涛老师 我觉得其实挺不大气 毕竟也是93年的小孩 虽说黄子涛是90后 但是经过几年的演艺圈摸爬滚打 现在的他已经变得十分成熟 对于音乐的理解也更加深刻了 当节目录制到前半段时 一位来自北方的12岁选手 他的父母来到了现场 为儿子送来了一份从出生到今 记录成长的视频 感动了在座的黄子涛 让他想到了在韩国学习的日子 如今他已经回国 录制完节目就得飞回青岛 与父母在一起的愿望也可以实现了 然后在韩国是一首我自己写的 被我妈妈写的一首歌在美国 真的是哭着写的一首歌 所有的歌词跟那个所有的melody和rap 都是我自己做的 然后那首歌也是对我妈妈的一份爱 然后表达的一些东西 这次的专辑是跟以前的作品 非常大的不同 然后这次我的目标是想把 中国的C-POP带到全世界 不只是在中国 我希望我的音乐可以在亚洲 在全世界都可以让我的粉丝和大众们听到 我下一步打算 希望能好好把这张专辑的宣传做好 然后再就是我的8月23号 会有我的个人的迷你演唱会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期待一下 先锋记者长沙采访报道